讀書學費是個問題 對於行政院核定的方案 增加家庭連鎖得六十萬的排富條款 讓一萬三千名 已經填志願要讀私校的學生 未來學費受到衝擊 那麼行政院長 我敦義和教育部有緊急協商 所把門檻拉高 到家庭連鎖得九十萬 這也讓我敦義強調說 他們並沒有政策轉彎 而教育部長無親機 還主動跳出來 扛責任 公司力高中職 學費其一的政策 才出爐就引爆爭議 因為當初政府承諾 會補助學費差距 結果卻限定家庭連鎖得六十萬 門檻以下的排富條款 首當其衝 就是已經填志願 申請私校的一萬三千名學生 為此行政院背上政策 急轉彎的罪名 院長吳敦義主動上火線澄清 當時我就講 一定要有一個排富的前提 那麼經費在他們所講的總數 不會超過十二億的情況 這個方針始終沒有改變 教育部就要依照我在立法院回答的原則跟承諾 他會去擬定方案 為了化解危機 吳敦義一大早就和教育部長吳清基商量對策 我說高一高二高三一起做同步實施 這個才是基本的公平 所以這個不要改變 那假如動支預備金額度稍許有些增加 把那個排富的標準 從年所得六十萬 調升到九十萬 責任有我負擔 自稱浪漫的吳清基扛起責任公開道歉 不僅排富條款拉高到家庭年所得九十萬 輔助對象也從高一擴起到高二和高三的學生 九十萬以下 連家庭所得都可以拉平這樣的一個差距 所以這樣我們又會增加大概這個百分之十 所以這樣的話全國大概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學生 都可以享受公私立學校 這個學費拉平這樣的一個政策 公私立高中職學費補助政策出狀況 吳內閣緊急應變 就怕拖累了馬政府形象 明視新聞綜合報導